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将她宠成了小公主 孟廷伟从小便拥有甜美的歌声 是远近闻名的小百灵 家人和邻居都是她的歌迷 孟廷伟并不是外向的性格 她不善言辞 害羞 内向 唯独唱歌这件事情充满了自信 高中时 孟廷伟便和同学成立了一个女子乐团 她担任主唱 她们结伴去酒吧演出 由于都是年轻的女孩子 她们这支乐队非常受欢迎 不少客人专门来看她们的演出 还有其他的酒吧也邀请她们 当别的乐队一晚只能挣一百元时 她们已经能挣到五百元 其他乐队愤愤不平 嘲笑她们只是长得好看 台下客人都是来看脸的 没有人真正听歌 这句话刺伤了孟廷伟 她相信自己是有实力的 如果有一天能当歌手 一定不做偶像派 要成为实力派 没想到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但最初相中她的并不是唱片公司 而是广告公司 当时 星探邀请孟廷伟去做模特 出演机车广告 星探看中她身上青春干净的气质 与狂野的机车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孟廷伟被酬劳吸引拍摄了这支广告 并受到广泛关注 这时才有唱片公司找到她 想把她包装成歌手 成为歌手一直是孟廷伟的梦想 但她的父亲并不愿意女儿进入混乱的娱乐圈 最终 还是她的母亲 悄悄带着女儿去签约 眼看木已成舟 父亲也没了办法 只能千万叮嘱女儿截身自好 进入唱片公司后 果然要将她包装成偶像歌手 给她的定位是精纯可爱的洋娃娃 孟廷伟果断拒绝 坚持要走实力路线 为此与公司僵尸很久 最终还是公司妥协了 按照她的意愿 发行了一张抒情唱片 没有过多在造型上做文章 但这张唱片却愈冷了 对于歌唱实力一向自信的孟廷伟 受到巨大打击 第一次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适合做歌手 幸好有了第一张唱片的合作 唱片公司对孟廷伟非常欣赏 半年后 为她打造了第二张专辑 成长 虽然这张专辑并没有大爆 但销量已经有了明显上升 加上公司为她争取到一些 电视主题曲的机会 孟廷伟终于在歌坛 小有名气 真正让孟廷伟迎来爆发的 是第三张专辑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这张专辑堪称经典 是孟廷伟事业神话的开始 专辑已经推出后 收获一众好评 在台湾卖出50万张 整个亚洲地区销量超过500万张 其中还不包括内地盛行的盗版专辑 真情又真挚的孟廷伟 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女神 从此有了月亮公主的称号 那时的她不过刚刚22岁 接下来的两年 孟廷伟乘胜追击 连续发行三张个人专辑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谁的眼泪在飞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这三张专辑不仅包含了 众多流传至今的经典金曲 也让孟廷伟在歌坛丰厚 他成为了最当红的歌手 一时风光无两 当时的孟廷伟非常享受唱歌 唯一让她觉得不适的应对采访 台湾的综艺节目 向来以辛辣毒蛇著称 主持人的提问 常常让她手足无措 这时的孟廷伟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宏到内地和香港 成为华语歌坛 最受期待的女神 但她不喜欢四处漂泊 工作还是以台湾为主 而这时 孟廷伟对于娱乐圈的不适宜 越来越强烈 她曾因为不愿意在模仿节目中 丑化自己的偶像潘月云 而得罪了电台 她和她的唱片公司 都遭到封杀 媒体为了吸引眼球 故意抹黑孟廷伟 这些事情都让她感到心里交瘁 恰逢孟廷伟更换唱片公司 需要对接新的工作人员 而她的朋友突然发生意外 身亡 还赶上她的父亲中风 多重打击下 让孟廷伟喘不过气 深感实事无常 需要拜佛念经 才能维护内心的平静 最终 她宣布退出歌坛 孟廷伟的隐退 让歌坛一片哗然 众多歌迷纷纷表示不舍 心里交错的她 坚持办完了最后一场 告别歌友会 便消失在公众视野 离开娱乐圈的孟廷伟 回到家里 悉心照顾父亲 享受家人的陪伴 出道十年 她是舞台上的明星 但心中却充满了不安和惶恐 她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不敢参加聚会或婚礼 比起荣誉和掌声 她更想要一份简单的生活 孟廷伟开始潜心修佛 并吃素念经 还推出了佛教音乐专辑 在信仰中 得到救赎的孟廷伟 一度想要去印度出家 这时 她遇到了自己的高中同学 张志鹏 此时的张志鹏 已经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以气风发 而这时的孟廷伟 消沉脆弱 张志鹏对孟廷伟 展开狂热的追求 带她去参加同学婚礼 带她去旅行 具体会平淡生活的幸福点滴 张志鹏的出现 让孟廷伟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她相信 两人久别重逢 一定是上天特意安排的缘分 很快 孟廷伟坠入爱河 并与张志鹏举办了婚礼 两个人的婚礼地点 就是他们曾经的母校 这段从校服到婚纱的爱情 如同童话一样美好 但事实并非如此 张志鹏再一次将孟廷伟 拖入了深渊 结婚后 孟廷伟生下了儿子 张玉 没有时间享受三口之家的幸福 便开始复出 但是歌坛早已变了天 她的新专辑没有像以前一样 收获众多好评 也没有回到自己不可动摇的歌后宝座 幸好 她的经典歌曲还在传唱 她保养得意 依旧是大家心中的女神 复出之后 孟廷伟的演出活动 明显比之前多了 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心技人 恋家的她 从前不爱出远门 现在却经常赶赴内地演出 还把儿子带上舞台 甚至有一次 她的父亲刚刚去世 她就要登台现唱 还有一副 硬挤出笑容 而张志鹏这样的安排 只是因为酬劳更高 从前的月亮女神 不再神秘 开始屡屡消费情怀 不仅频频出现在各大网会 甚至商演 还经常在综艺节目中露面 而此时 媒体也捕风捉影 猜测两人已经婚变 这年刚好是他们结婚十周年 张志鹏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篇 向孟廷伟表白的长文 回忆了两人再次相遇 和生活中的点滴 十分令人感动 就在外界都以为 两人情深一睹时 孟廷伟却发布声明 表示 已经与张志鹏签字离婚 并不愿意对此事 再发表过多态度 夫妻二人前后态度反差 另一众网友摸不清头脑 本以为事情就此落幕 几年后 张志鹏就开始反击了 张志鹏率先爆出 孟廷伟出轨同性恋女助理 并罗列证据 称自己在婚内承担了 孟廷伟母子所有的生活费 最终自己还被逼得 尽身出户 张志鹏的爆料 让孟廷伟的口碑跌至谷底 不仅让他女女歌手的形象受损 连同人品都遭到了质疑 随后 孟廷伟立即发布声明 一一回应了张志鹏的诬陷 并指责 前夫多次威胁自己复婚 给孩子带来不良影响 然而 张志鹏已经先发制人 孟廷伟所有的回应都像是狡辩 他的回应自自真切 却没有人相信 张志鹏眼看自己的计划得逞 不依不饶 持续爆料 大有同归于尽的架势 这时 孟廷伟12岁的儿子张玉发声 改变了战局 他指责 父亲早就已经破产 还逼迫母亲不断外出演出 来还债 甚至曾经还使用家庭暴力 张玉的发声得到更多的同情 网友更愿意相信 纯正的孩子和温柔的母亲 即便张志鹏说 儿子受孟廷伟威胁 也无法再颠倒黑白 毕竟 孟廷伟和儿子的母次情深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这件事 在张玉这个小男子汉的保护下 注意落幕 孟廷伟也恢复了自己平静的生活 他依旧会分享自己的生活动态 如今 十四的儿子 个头已经超过他的肩膀 儿子继承了他的美貌基因 是个帅气的新二代 和他同台亮相时 也毫不怯场 当被问起儿子 是否会进入娱乐圈时 他嘲笑儿子五音不全 时间的确是一把杀猪刀 没有为孟廷伟 保住年轻式的容颜 但时间 也是一把美工刀 经历了事业的起伏 家庭的变故 如今 月亮女神 才能更加 皎洁 温柔 好 好 好